单亲家长要兼顾经济还要照顾小孩 其实身心都面临了很大的压力 曾经担任中华单亲家庭互助协会理事长的黄真君 当时他就处于这样子的状况 因此他选择了学习守逢技能 就能够在家工作也能够照顾小孩 曾经担任中华单亲家庭互助协会理事长的黄真君 离婚之后一个人要照顾三个小孩 为了能兼顾经济和教养 因此选择能在家工作的守逢 我为什么会学这个华华呢 先开始第一个启蒙我的就是这个包 它是口经包 然后我们是在三木基金会底下有个单亲中心 然后我就在那边上课 主任安排了五个手作体验 那个手作体验就让我体验到这个守逢 我有兴趣啊 那想说这个不会啊就一针一线的缝 在家可以边做照顾孩子 所以我因为这个开始我对守逢有兴趣 因为以前只会缝孩子的名牌啊 那现在就是要把它做成成品 那因为有朋友跟我订了十个包 我就觉得这个可以赚钱 我就在家家缝 虽然有了一技之长可以在家边工作边照顾孩子 但其实身心都面临很大的压力 好在这份工作也让他觉得疗愈 其实学这个守逢技能对我自己来讲就是有那个自我疗愈 因为本身我们单亲带三个孩子就是压力很大 那你有些就是你不想跟朋友讲太多的负面讯息造成别人的困扰 那我们就是有很多事情会闷在心里面 那你怎么抒发 我就透过这个袜娃还有这个手工包 这一位走过这些历程 让他更想帮助其他的单亲家庭 新的一年他将进驻到空军三重一村 希望集结更多对守逢有兴趣的单亲家长 一起学习一起销售一起成长 记者高新峰林锦宇三重采访报导